好 另外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艺人贾永杰现在最新的身份 即将是台北101董事长了 9月3号台北101将会举行董监事改选 那台北101董事长张学顺要卸任了 预计会交棒给贵妇艺人贾永杰 贾永杰稍早也在他的社群上面 PO出了跟101的合照 并且写说人生下半场预备迎接新挑战 当然贾永杰我们知道他是知名艺人 后来经营了婚纱事业 在COVID疫情期间 他自套腰包 并且也向社会各界募捐医疗器材 还有防疫女神这样的封号 520赖清德总统就职贾永杰也受邀参加 现在他即将成为台北101董事长 台北101表示希望借重贾永杰在时尚 还有行销方面的专长 要擦亮台湾这座指标性建筑的招牌